长久以来,我们喝的啤酒都在被老外卡脖子 很多人喝了一辈子,殊不知喝到的都是水瓶 你想过没有,古代中国人并不喝啤酒 一直都喝黄酒和白酒 啤酒作为西方舶来品,靠啥敲开的国内市场呢 其实答案中两字,便宜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经济并不发达 老百姓消费能力有限,只有工业量产的拉格能为人接受 随后,国产啤酒模仿拉格大步跟上 几乎每座城市都建起了以自己城市命名的国产酒厂 时间已久,拉格的味道和概念都已深入人心 导致其他种类的啤酒难以发展 要知道,中国人每年喝掉的啤酒占全世界的四分之一 靠的就是这些工业流水线上的大绿棒子 但这些大绿棒子真的好吗 很多人其实不知道,为了追求低成本 他们会大量使用大米、玉米等辅料取代麦芽 为了利益最大化,他们会把发酵失常 极力压缩在两周以内 为了延长保质期,他们会在发酵之后进行过滤 并使用巴氏杀菌 更关键的是,因为酿造原料杂乱,发酵时间短 很多营养都被扼杀在了摇篮里 这就是为什么在业内人眼里 大绿棒子通通被叫做水皮 从只有少数人喝得起酒 到人人都能畅快痛饮 大绿棒子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励志实力 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和人民消费水平的日益提升 对商品个性化与高品质的追求 已经成了时代消费的新主题 这其中自然也包括了啤酒 你听过精酿啤酒吗? 它又被称为手工啤酒 美国酿造者协会B.A.认为 精酿生产商必须具备独立传统小规模生产 这三大特点才可称为精酿 长久以来,在老外眼里 中国就只有大绿棒子 做不出真正意义上的精酿啤酒 但这一切,随着近年来一家本土企业的崛起 悄然发生了改变 为了让国人喝上高品质的精酿啤酒 它投资15亿建生态啤酒小镇 坚持原始配方,拒绝大米玉米 为保证啤酒风味更浓郁 它坚持发酱3-5周 因为富含高浓度麦芽汁 拥有多种氨基酸和维生素 它被懂行的人称为液体面包 将山楂、龙脊小麦等传统中国风味 与啤酒完美融合 用茶香遮住啤酒花苦涩的同时 又凭增了麦芽的香气 让你在微信之间回味甘甜 人类骑马历史超过4000年 却没有人骑过斑马 它身心温顺,却无法被驯服 放荡不羁敢于挑战 而这正是金样啤酒最为可贵的东西 在这个适时求快的互联网时代 还有这么一家愿意放慢脚步回归传统 为了提升10%的口感 而付出90%成本的沙气 真的十足不易 支撑它活下来的 除了粗心和降心 更离不开我们广大消费者的认可和支持 我由衷地希望斑马金量 能成为中国啤酒的新名片 改变世界对中国啤酒认知的同时 也改变世界对中国酒文化的认知 啤酒厂商千千万 这匹斑马别具一格 点击下方小黄车链接 在这个炎热的夏天 和家人朋友来上几瓶吧 抖音